在清朝末年,有一出生贫苦人家的少年,他与母亲相依为命,由于他做事勤快,长大后就开始贩卖豌豆粉,存钱准备开一家小店,但是因为接触了一些好赌之人,从而染上了毒瘾,不仅输光了准备用来开店的积蓄,还欠下了一屁股的赌债。 街坊邻居都嘲笑他,说他不争气,不孝顺。这些话彻底地激怒了他,于是他决定痛改前非,一定要出人头地。于是他辞别了母亲之身来到了缅甸。来到异国他乡,他踏实勤奋,很受赏识,因此学会了很多的翡翠知识。 有一天,他从玉石交易市场买回来了一块翡翠毛料,这块毛料有三百多斤。他把这块毛料拿给很多的行家看。但是行家们都认为这就是一块普通的毛料。没有什么价值,这些话使他失去了信心。于是他便把毛料扔到了院子里,成为了过往客人拴马的石头。这块石头慢慢地也就被他淡忘了。 这天,一位客人的马因为受到惊吓,疯狂地踢踹,马蹄踢到栓马的这块毛料上。踢掉了一块表皮,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。 在被踢掉表皮的那块区域隐隐约约出现了一点绿色,这让他惊喜万分。于是拿去解磨,这竟然是上等的翡翠。 于是做了一条手镯,这条手镯经过抛光打磨之后,呈现出如同玻璃一般通体透明。中间还飘着如同水草一般灵动的兰花。当把手镯放入水中,居然与水融为一体。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水,哪个是手镯。 手镯里的兰花如同和床上生长的水草,随着河水的流动而轻盈地舞动着。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,人们都出高价争相抢购。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段胜财。这块不被行家看好的翡翠就是段佳玉。这块翡翠毛料一共出了近400条手镯。其中最好的一对被宋美玲买走了。其余的大多流失海外。在国内也难以一睹她的尊容的。翡翠藏家们都会因为拥有一条段佳玉的手镯而成为毕生的追求。